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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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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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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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爷 这姑娘 比秋红还长得睡灵呢 哎 哎 哎 玩嘛 哎 哎 混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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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的是秋红 秋 红啊 嗯 对不起啊 秋红姑娘 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 是 是 哎呀 哎呀 我一定替你给瞒着 哎 哎 不过呀 秋红姑娘她这个脾气 还不赶快给这位少爷带路啊 是 您请 您请 请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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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可说呀 这位爷 这秋红姑娘 你得对付着点 是啊 上一回她差一点儿寻了死 别说那么多了 带我见她就行了 里面请 哎呀 哎呀 哎 哎 真是个娘们儿 嗯 就你眼贼 她一进门我就看出来 哦 不管她哪 给钱这些 你救了 哎呀 你要是想嫖呢 就进错了门 要是想说话 就做吧 别紧张嘛 我来问你 你是不是有个相好的 是她叫你来的 她是谁 到现在 我连她叫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托付办事的人 也是想帮助你 来了解了解你的身世 你看 你都混到这个地步了 还怕她害你吗 你走吧 我不想再连累她 要是她要带你出去呢 男人的话 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有几句当真的 她救了我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即便不带我出去 我也已经知足了 那就讲讲你的身世吧 好 张爷 出来了 我亲眼看见 她从秋红的房间出来的 站住 回梦楼有姑娘 还怎么有兔爷 说什么兔爷 让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兔 还好 我 这骂着没想到 这兔爷还是个恋家呢 你等我去来 不服 上 给我上 还能等什么呢 上呀 快打 给我上 打打 上 快打 你快打 你上这儿 你上这儿 童爷变姑娘 童爷 这姑娘比秋红还长得睡灵呢 玩吧 来啊 混蛋 谁啊 三 师姐 师姐 别打了 别打了 说 谁是兔爷 什么叫兔爷 师姐 别问了 不好听 我就知道不好听 我就得问他 你说 就是童姓 童爷 什么 谁是童行列 你是不和我腻歹了 说 谁是童爷 说 说 我 我 我是童童行列 我不 我是童爷 行不行 滚 冲 童爷起来 快 弟 走走走走 走吧 走走走 走走走 四儿 还生师姐气呢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师姐 你怎么会去回梦楼啊 我见秋红了 见她干什么 她是个好姑娘 她命很苦 既然你救了她呢 你就不应该让她再待在狼窝里边 你为什么关心这事 咱们燕子门的人 不就是讲侠义道吗 那么多妓女你不救 干嘛救秋红啊 傻呀 还不是为了你吗 什么时候动手 既然师姐交代了 我一定帮秋红把身熟出来 但这事不用师姐帮忙 我一个人就能办 那行 就这么定了 见着秋红了 怎么样 我觉得 她和三儿挺般配的 三儿说了 这两天就给她赎身 我看三儿就算是有着落了 你是不是觉得 三儿跟秋红好了 你就能跟你师哥好了吧 我才不管什么破门规呢 反正我又没答应 师叔 你的手艺真好 这旗袍做得真好看 很适合我穿哪 你看 这事 不是 不是只有门规就能定 师叔 你看 这儿为什么还绣个字呢 这一件 是给三姨胎订做的 三姨胎每件衣服 都要绣上她的名字 放回去 对了 对了 你知道吗 那个捣乱的白狐狸精 我要告诉她 谁和师哥才般配 师叔 你别生气啊 站住 至于这样 眼睛看直了 你是 你没看 林飞的妹妹 我 林欣姐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一惊一乍的 我是来告诉你点事的 什么事啊 走 去我宿舍说吧 你看你 往这一站啊 是男生听不进客 女生嫉妒 老师更是心不在焉了 走吧 少来这一趟 我今天找你啊 是有正事 白宁 尚老师来了 在本里等你